因为整起事件 骇人听闻十分夸张 连这么基本的事实都还没有开始 说要启动行政调查 启动了吗 我们有 我们会启动行政调查 民众党立委黄国昌 5月执行前经济部长王美花 谈到台南击鼓小二甲光电弊案 到底何时重启调查 王美花当时听起来似乎有点跳针 什么时候要启动 等到说到起诉书 如果起诉书两个月没拿到 就不会启动是这样吗 我们当然要去看起诉书的内容 我们收到起诉书 看那个内容一定会 检察官会寄起诉书给你吗 我们有跟当事人要起诉书 王美花5月承诺重启调查 至今过了4个月却没了下文 回顾整起事件 丽阳能源集团光电弊案 今年4月26号征结 检方认定丽阳集团 涉嫌与台南市府前经发局长陈凯琳 和经济部能源署组长林文信等人勾结 以不时文件规避销二甲农地 变更重点限制 借以取得大量光电暗藏土地 以贪污土利罪起诉林文信等15名官商 从4月份被起诉 到现在林文信仍然在执行他的业务 而且还在主持一些重要的会议 是不是让相关的业者继续可以上下其手 5月2号直询 经济部到7月1号才发函给台南市府 讽刺的是被起诉的能源署组长林文信 还曾因为推动友善光电发展环境 在111年获班行政院模范公务人员 是不是代表经济部因为内阁改组 王美华下台 然后你就整个螺丝掉满地 立委之一到底林文信后台有多硬 才能让整个经济部帮忙一起拖下去 对此能源署没做回应 白衣光电暗持续延烧 光电争议再填一笔 端上的陆志杰林和荣总和报导